债野党的想法就是说 你看你特别预算流进了两兆啦 那你怎么弄出来以后 你变成只有4,350亿呢 是的 跟大家报告 底下你看看就是有债务的一个还本 106年就脱离不了责任 扎扎实实全城整年都是蔡政府开始在执政 那个时候我们的剩余是25亿 107年呢1,109亿 108年呢这1,207亿 109年呢1,303亿 110年呢2,979亿 到去年大家会觉得说 又怎么在炒作超增太多 对不对 就是说整个经济成长预估差距那么大 全世界那么烂 台湾为什么特别好 这样也骂 去年剩下了多少 4,993亿 这是我们财政的一个状况 所以蔡政府就非常负责任了 我们在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到110年 我们举债多少 零 在野党认为说 那你整个8,800 8,400 再加一个4,000多 两兆二 哪有可能你只有4,300 那就很简单 我们105年的部分还债多少 730亿 106年的时候743亿 107年792亿 108年885亿 109年850亿 110年我们还了1200亿 111年的时候1500亿 所以也就是说 你试的 你的整个债务进来 债务进来 这一桶进来以后 这一桶进来全部都是举债 不管是总预算举债 或者特别预算举债 全部都叫举债 你加起来在野党认为说 一定要两兆二 不然你数字不平衡 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总预算的部分我们举债是零 然后特别预算有没有举债 有都是举债 那这些举债以后 那因为我们不断地这样还本 不管是前瞻 不管是防疫 这些特别预算 这些特别预算里面 我们通过了 在立法院通过了一个决议 就中央政府 这些特别预算的一个增加案的时候 的决议是说 政府必须要定期 公告于各网站 并含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被查 这个当初在立法院通过了 这些东西在哪里看得见 在各个部会的网站全部都看得见 怎么藏债务 举债怎么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去请不吝点赞 订阅